那你做什麼呢? 因為這個字型看起來不舒服 你把它貼上去 這樣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有自動換好 那實際上 它這個怎麼從哪邊換好 有的時候你會搞得清楚 主要是從中文的地方 不要走在我前面 然後一直到不要 這邊就是一個段落 所以這邊一個段落 兩個段落 三個段落 也就是說呢 這個英文的部分 那你必須要在動詞的前面 加上你的 這邊有句號後面 這邊是一個句號 對不對 在句號這邊按Enter 然後呢 再到這邊 最後這邊 握前面 有一個句號 按Enter 就是要有三個段落的意思 三個段落 那三個段落 我們回過頭來 這樣看人 那你要找到動詞 序號這邊 按Enter 再來的話 它降到底下的句號 再來的話 我們還要再怎麼握 所以你要再找到握 這邊 按Enter 這樣的話 就分成三個段落 三個段落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就完成了第二題 第二題 再來第三題 修正英文句的大小寫 大小寫 然後我們執行 英字檢查 並 校正錯誤的單字 所以一樣的方式把這些英文字 通通還在把它選舉起來 選舉狀態 選舉之後的話 接下來 要調整它的大小寫 那大小寫部分 一樣在剛剛辦形的地方 這個地方 切換大小寫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它自動會幫我們怎麼樣呢 把它通通都切換成 大小寫會自動幫我們切換 但是呢 有幾個地方 必須要切回來的 比如說 這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開頭 一定要怎麼可能 大寫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動作 把它改成大寫 I 一定要大寫 所以把它改成I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B要把它改成大寫的 然後I要把它改成大寫 因為 這個 I 習慣性 習慣一定要把它改成大寫 再來的話 要修正 修正什麼呢 這邊要修正 它底下會有紅色的毛毛蟲 按右鍵 這邊就會出現 讓我們做修正的地方 修正 那怎麼修正 這邊的話 記得就是說 它是全形的 要把它改成半寫的 那怎麼 把它全舉起來之後呢 按一個半寫的這個 單寫號就可以 我切換到英文的模式 把它點一下 這樣子就是 有沒有 點一下 半寫的 另外這個應該是什麼呢 Follow對不對 所以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拼字檢查 所以你就按右鍵之後呢 再點一下Follow 正確是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什麼 Walk 應該按右鍵 它會自動提示 你應該是哪一個呢 正確應該是Essight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這個 Essight 這樣子就不會有毛毛蟲 全部更新完畢 正確就像這樣子 另一個洞子開頭大寫 這邊大寫 這邊大寫這兩個 所以修改的部分呢 你覺得這張大概是 大寫修正一定 前面一定要是大寫 另外I也要大寫 還有Follow要更改 然後Walk也要更改 還有這個單寧號的部分要更改 改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正確 對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三題 第三題 好 那剛剛的部分 這個 第三題 特別注意 這個比較容易出問題 記得就是說 要選取 裡面一個叫做 第三題的部分 就是千萬大小寫 我這樣提到 然後 再來就是 就是要去調整它的 這些相關的字的 字的大小 然後把它調回來 再來的話就是 半型 半型部分 從這邊去切換 半型 然後它的其他 只要它有提到的功能 你就要去做 另外 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第二題 在輪中 句點 後 強迫分行 分行是按 enter 如果加這兩個 是強迫的話 就要按 shift 按住之後 再按enter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我剛好提到 這邊 在這裡 如果今天 我按 enter是這樣 換行 這個要換一段 換一段 我把它復原 Ctrl D 那 shift 是換行 換行的話 它的距離 比較沒有那麼大 這個字 這裡 它要我們做的是 shift 所以這邊 要把它稍微記一下 shift 這裡 這邊也是 shift shift 強迫分行 再來 剛剛提到這邊 有一個 每個字 都大寫 這邊 先換大小寫 先換大小 那 鋸手 這邊也叫鋸手大寫 直接鋸手大寫 再來的話 只要改這個 看 我還有一個 有點